師父慈悲,這裡有個學人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岩池四眾戒殺到淫妄,這個殺戒包不包不啊,我們平常吃這個肉,肉食 好,阿彌陀佛 問你,問得非常好啊,這個任寧君他是這樣講,他是從業果角度的,就是我們跟眾生的傷害有命在跟肉在 我沒有殺你,但是我吃你的肉,這個叫肉在,那什麼叫在呢?就是你要還,要還 那麼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吃眾生肉,你跟被吃的這個眾生,結下一個業力 其他首先就是說,你認為你吃他的肉,他心甘情厭嗎?你認為?合理的推論,他沒有一個人願意心甘情厭 對不對?你跟每隻雞被殺的時候都叫的很厲害,為什麼?他不想被殺嘛 那麼只要他不是心甘情厭,好啦,這就有問題啦 你福報大嘛,你是一個人嘛,他福報差嘛,你把他的命奪出來 當然殺他的人,直接殺他的人,這個是第一個,這個是最嚴重的 你欠他的命在,那我沒有殺他啊,你是把他殺死的,好,肉在 他即便被殺了,你認為他的肉,就算他被殺死了 你認為他的肉,願意無條件鋪死給你吃嗎?不會,對不對? 命在,肉在,就這麼回事 那麼這個肉在啊,如果你精神沒有要處理生死問題 反正你準備輪迴,我已經準備要輪迴了 我要求生上身的,那問題不大,問題沒有很大 因為你準備輪迴嘛,他很有機會,他慢慢等你嘛,是吧? 但如果你精神要處理三界,那這問題就嚴重了 因為你要跑了,你住在美國,你要跑到澳洲去 那些欠你在的人就緊張啦,是吧? 開玩笑,你跑了,我找誰找誰要去啊? 所以硬礦大師他裡面,他講,戀佛吃素,這個是有道理 你看看那個眼睛,你就知道啪,吃肉的可怕 第一個,你跟眾生結效生死夜演 第二個,你經常吃,你還無常無愧 你的慈悲的善根死掉,吃久了,你這個人就變成 你看到眾生的痛苦啊,你沒有感覺啊,你沒有感動身受啊 所以你要知道,飲食會影響心態的 你好不容易栽培的慈悲心 你就是整天吃到今天吃,明天真吃久了,你跟慈悲心沒了 大聖佛法是以慈悲心做根本啊 你今天慈悲心沒了,你修什麼法門,你都不像大聖法了 因為你,你那個能念的心,那個心力已經 那個慈悲的善根沒了 他所修的法,每一個法都沒有慈悲心啊 沒有慈悲心就不是大聖法了,頂多都是生文法了 所以你損失慘重啊 一個人最可怕的不是造罪業啊,主委你要知道 是你失掉了善根啊 你造了罪業,你善根還在,亂不了,你隨時可以反轉 你可以重新站起來,你善根破壞了 你連站起來的機會都沒有 你連站起來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吃 你最好去慈悲心啊 我不是很想吃你,但是我 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但是我真的不想吃你啊 欸,這樣子吵過你無常無愧啊 你不能把它當理所當然啊 你把它當理所當然啊 你以後就麻煩了,你一定會把善根破壞 就是說,你至少說 我實在非常不想吃你 但是我又控制不了我的食欲 我先向你懺悔 然後吃完以後,練往生做回向給他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前的倡吻事後的彌補啊 至少你保護你的善根啊 而且你最好發怨 我什麼時候一定要斷肉,你發個怨 你就有一種 先把那種反轉的力量先種下去 如果你有至於今生了生死 你最好不要欠眾生太多債 真的,你很難跑掉了 不要給你臨終增加太多負擔了 你臨終生的負擔已經夠多了 不要一直往包包啊,往你背上去扛 你走不出來的 我希望大家看主事到的 他講的話都有道理 你看應光大師 他呢,持戒他就很重視 除了殺到遺忘 他就強調不吃肉 你看應光大師 他講沒幾句話就講不要吃肉 你要去體會他有道理的 因為你每天發怨,怨火臨終無障礙 但是你一直給自己身教負擔 這是互相矛盾啊 所以 其實你現在 其實現在很多老外 他也 他吃素也不見得為了宗教因素啊 他為了健康,為了環保 他也 他也吃素啊 你看他沒有學活都做得到啊 其實我是覺得你做什麼事啊 你要先說服自己 心理建設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吃素有什麼好處呢 動物性的脂肪 現在充滿了問題啊 很多攘污的問題啊 請多多多為了 谢谢大家